大家好,我是Cynix,回到来,怪物猎人,荒野,被他测试的有新视频 这期呢是按照计划打算把充能斧跟弓试一试 这次是充能斧,估计把这个猫先让他不要捣乱 看一下吧,感觉这个怪可能太 他们应该是可以带接的 你按住了,但是你装屏按住的话 按住的话呢是可以直接,直接撞的,相当于是不用做 这个就没有防好,我们的防御后呢是可以马上 冲上斧吗?冲到了 可是,现在感觉冲箭就一般了 奇怪 还是太 这次最变态的是你可以,你可以直接调整方向 比如说这个样子 这个开不了电锯呢,你直接用,直接这么开就行 而这次开电锯呢,你就会一直在电锯 而且可以防,防御 说的话没有,没有用 这个这么打过有点很不适应电锯模式 这次感觉上,原来是肯定不能这么打一个180的 然后这边的 这个,这个属性解放呢是 这个属性解放呢是 说话 我现在是什么美的 是盾美的 再看一下新的上盾 比较多的意思是可以直接 摁住了 然后 这个太慢了 上盾的那一下的起来也是有 那是有新的 新的 新的防法 上盾也就是 往美防御后可以直接是马上切成 切成虎层的 这边呢有一个问题 就是 其他武器 你像大剑你是可以直接在这个什么 这个模式下 什么东西 移住模式下你是可以直接调摄像机的 这个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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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是不太适应吧 我还是 我的基本的一个不能叫理解 总之我的一贯还是从四代 就是基本上全是靠五形态的一个输出 但现在整个冲冲斧它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 一个电锯的输出应该是更高 另外这次冲屏也是很有意思 你就可以用一个这样子的屏 像这个怎么就刚才应该留屏的 这个可以这么冲我还没试过 可能这个就 应该没有还是 防反的时机是不行 应该我可能也是也是按的慢了 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你在 这个辅行的下 输出是没有 甩不了弯 我觉得我左 左边我按是没有用的 我就要用右 但是你你按这个的时候 电锯模式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电锯如果你想聚进去 你要按住了 按住了锯 就现在是我要用我的 左手去推 右边吗 这个就 就是 感觉很纠结 电锯模式吧 应该是用的 用的不多 所以说也是不太清楚 是我不适应 还是说它就是设计的 不太对 感觉说来说去呢 还是 那一个问题 就是你把C手给我还回来 基本上就 什么都解决了 现在 其实主要就是摄像机 操控是满足不了我的要求 我觉得就 现在时间不多了 随便随便打打得容易的 这次的一个大的改动是 你防御必须是完美防御后 可以直接是出 应该叫超减的这个东西 如果是你普通的防御的话呢 他这次是没法直接出 只是 没有原来那么无脑了 这个没达到 这个没达到 这个可以直接冲盾 我觉得是一个 一大一大特色 应该是一个很好 这个是我 我喜欢的一个改进 这个我最讨厌的一个东西又来了 这怎么这么慢啊 好吧 慢 这怪就太慢了 这怪就太慢了 打不到人 天 就这样了 当然那个攻击也是很有意思 你是一一直的一个一个连续攻击 能不能不要出这个 然后我就不知道干嘛了 有些没有 哦可以可以出电剧了 还是节奏节奏的问题 你知道他在打什么 我就很纳闷是在打 他刚才感觉没有在打到我 是 你没有盾了吗 我不知道明白为什么这次的 这次的就是 Ui我感觉上这这哪 我有什么 就感觉有点看不出来 是 打闪摸来 这个太太快了 这个 怎么感觉有时候我都N剑被吃了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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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 我们这就是不习惯 这还有鱼 总之解放呢 你需要完美防御 要不然的话 打的是普通的解放 完美防御之后呢 如果是 你直接可以用 三角 是可以直接是把 电锯形态给打 这个打完之后 应该也是会出电锯模式 这个怎么 这是好难受 你只能解这个普通的 然后再解一个瓶爽 我 你能不能不要老搓冲冬火这个搓我觉得就是 这是什么 你让我我真的是转不过来又停下来了 好难受 不打不打电锯 这是为什么可以看我防御了直接切形态了 为什么没有防住 这种情况下打电锯还是可以但是我需要跑着一个合适的位置 这样是最好的 别了电锯 有伤吗 这个能 我 我 这电锯太 这是现在是愤怒的凉 这就打不到我 我刚才那下就现在是你可以用集中模式这么转180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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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不错的 但我目前依然是没有没有理解这个怎么这么输出的时候你怎么做 真的就是会你会你会你会miss你的你的攻击啊 这你可以看我又miss了 因为是我就要按住 这是什么什么键 R2 这是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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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中右摇杆 如果我摁着R2 然后我再摁圆圈键 然后 我人物是不用动的 要么你让我用左摇杆去控制 用左摇杆去控制像大剑那样 等于是可以去控制方向 要么是去把C手给我去调回来 总之功能抚目前 我试了两把特别难受的一个原因 就是想去转方向的时候发现很难受 最后看一下弓 这个有毒品 可以先用毒品 可能是 你在蓄力的时候呢 是去 蓄力的时候按什么引导键 会放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你所有攻击就变成 自动追踪了 好可怕 比如的话呢 是变成了一个草 没有 有营养剑吗 对不对 而且营养剑那些伤害挺好 把这个瓶子再换回来 其实完美回避的话呢 是这应该是烥养剑出来的 可能会来 不跟你说 有点 我真的要 还可以 有点 我们 有点 中 刚 你 我没完 伤害比较多了 还有伤 我觉得弓依然是 就是原来那样子伤害伤害很爆炸 本来说话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 说话完全 说说不了话还是太太新了 就是你要去保持好这个这个什么引导剑还是什么 尽量的多去 多去上上瓶瓶瓶一下是八个在那程中资源 这个应该是伤害射程很远 这就是打歪了一个 真的是那个引导剑是除了加 他就在说话人让我伤 总之就是 资源的东西更多了 不像原来 这应该是第一次变成了一个一个资源系统 还有那个东西吗 先把门上上 应该是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我们弄出来 总之新的弓是应该是你蓄力的时候这个槽会变快 然后你消耗槽呢是主要是这个什么装填引导剑 一个是一个格 然后你装一个瓶应该也是一个格 平常的话应该还是应该是多打多打钢射 他的箭矢应该更多一些装完了这个 装这个引导剑之后应该是你的所有的箭的攻击力 应该是变变高 那你前两段应该是你打出去的这个东西好像是三个 这个是三个 刚说好像有之前也是射射五个还是多少个 像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 估计打个黄雷 好 不准备 可是那下沒有打到我不太清楚 那邊還有擋箭牌 撥下了 用手撥下 每個手撥下 不保重 用手撥下 用手撥下 油撥下 不准备 不准备 咱们下来 咱们下来 我 我在什么位置 为什么走不动了 火 这 这 我刚才是死在这个东西上了 我不喜欢这个地儿 我还是感觉我暗了 但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是死在这个地儿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怎么办 好 哇 中文字幕提供 周年10月10日 打招呼 我 不准备 不准备 哥们怎么又换去 他瘸了 我又打什么 我又打什么 不说话 这个资源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只是说话就 就做 不明义失误 嗯 不好 什么呀 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刚才 很新的一个东西感觉上 等于你的资源需要 要一直看 那个资源的话呢 是如果你不去 躲怪就是吃怪物的攻击的话 完美回避后 应该是给你回耐力 给你回那个资源 如果说你纯射 刚才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资源是不够 必须是怪怪必须打你 像基本上就是这次 这些东西呢 有些武器是没有试 但是确实 时间我是现在很紧张 不够完全是不够测试的 有时间的话呢 估计可能这些之前用的 像这个棍子 我就是试了一下发现 完全没有没有看明白 轻中弩呢 是基本上是就没怎么没怎么试 毕竟是测试 是现实的 所以说是在有限时间内 是把我更感兴趣的东西 是基本上 感觉上还是目前 这次的一个新作吧 还是很很看好的 很多武器呢都是官方应该也是都在有 优化 我目前呢不适应 可能主要是因为把我摄像机之前 用十字键操控的一个手呢 现在是给我移除了 所以很多东西是有点不太适应 不过适应是之后吧 感觉上可能是之后 官方没准会改进 或者说我实在不行的话 我可以是把我手柄的一些 就是他这个按键的东西 给你挑一挑 基本上应该就 就这么多的内容了 就不去废话了 之后如果是还有机会的话 可能是之后的测试 再去录一录 这次的测试呢就到这了 也是这样的喜欢 那之后其他视频见 拜拜